大家好我是Joseph 最近在我的视频的留言栏里头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留言 他说很多人打了这科兴疫苗还是纵观病 还是很多的医护人员死亡 然后印尼人完全对这个科兴疫苗没有信心了 当我们在接触到这样子的资讯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加需要提高警惕 不需要马上就相信 在我们四周围有很多印尼朋友 通过社交媒体我们随时也可以找到一些印尼朋友 我在这边又去询问了 住在苏门达拉岛绵栏的朋友 我直接问他 印尼的政府跟人民有没有投诉说科兴疫苗 他就马上斩钉截铁的告诉我 是假消息 再来呢他有提到他有阿姨呢感染了冠病 然后呢他是接受了科兴疫苗的注射 然后我问他他阿姨的病情如何啊 他说只是轻微 那他还有呢另外一个阿姨 两次重病可能是不同的病毒体 但是一样生存下来而且康复了 而且呢他说也是打科兴疫苗的哦 那么他也顺便提到说他们政府呢还会考虑啊 为人民呢注射第三剂的追加剂 那也是一样是科兴 那我们网络上啊尤其是华文媒体的网络上啊 都充斥着印尼的政府跟人民呢 对科兴疫苗啊完全没有信心 那全部是假的 自己去找答案直接去问住在印尼的朋友们呢 他们就知道真实的情况了 好再来呢我也询问了一名住在东早华的朋友 那我问他啊印尼的政府跟人民啊 有投诉这些科兴吗 他说没有 我再问他这个印尼政府呢还会继续使用科兴吗 他说是的而且不仅仅是这科兴疫苗 印尼政府呢也有使用这个AZ阿斯利康疫苗 好我也有问他 印尼的政府或者人民呢有没有说科兴疫苗不好 很多注射了这个科兴疫苗的人呢都死于冠病 有这回事吗 我这个东早华的朋友说呢那只是谣言啊 而且他自己本身呢也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 这个是Done 好这边呢我有收集了一些数据哦 我在前几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有分享过路透社报道 印尼的医生协会啊官员呢周日也就是在2021年7月18日 新闻发布会上说呢今年7月1日至17日这短短的17日里头啊一共有114名医生因冠病死亡 所以这数字呢相当相当的高哦 你们可以在我的描述栏那边呢找到这些资料哦 你们可以点击来详细阅读 好这些数据呢都是来自可靠的网站哦 还有资料显示啊自疫情去年爆发以来 在印尼呢一共有1000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冠病毒 医生一共有401人 好仅仅是这个医生呢只有401人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接种了这个疫苗的医生的死亡人数数百人 这样子一个情况只是纯粹在印尼就是注射了科兴疫苗的这个印尼医生才会发生这种死亡事故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前几天上个星期的视频呢我们也有分享到这个印度啊 在去年2020年不是今年哦 那2020年的话呢印度疫情呢还没有正式大爆发 那他们呢就已经有382例的医生呢死亡 那这一个印尼的话呢是7月份2021年7月份哦 401人那这印度呢去年的9月呢就已经有382例了哦 所以印度的人口呢啊大概是印尼的大概四五倍哦 但是这个仅仅在他们这个高峰期之前呢就已经有382名接种了其他疫苗的印度医生呢也有那么多人死亡 即使是在这个医疗环境非常好的美国啊一样也有132名医生死亡 这数字呢啊也是相当惊人对吗 所以啊我们待会呢会让大家了解多一点情况 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 而且呢不是仅仅在印尼会发生 世界各地的话呢医生其实是在一个高危的环境中工作 所以呢这个死亡数字呢一点都不让人惊讶 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这个GDP 美国的这个人均收入呢是印尼的16倍之多非常多对吗 所以美国的这个医疗环境工作环境呢肯定比印尼好很多了哦 那美国的人口呢是印尼的1.2倍人口方面呢并不是比印尼多很多哦 各位朋友们当你们看到这个数字哦 货湖里头的数字呢你就知道哦 这些是我附上的链接你们可以在这个描述栏里头呢找得到 那美国呢每百万人中呢有24.5名医生 那印尼呢每百万人呢只有两名医生 所以你看到那个工作环境啊是多么的糟糕了啊 所以在疫情高峰期的这个美国医生啊 那打个比方来说一名美国医生他一天必须医治一百名的这个冠病病人 但是到了这印尼啊一个医生呢他可能同一天呢就必须应付啊 哦跟治疗一千未冠病病人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那你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哦 所以这个工作量呢增加了很多啊 随时呢都会造成暴毙过劳死 再来呢医生他们会暴露在高浓度病毒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下 因为护理人员呢也是人啊他们也必须要撕喝拉撒 那他们呢每一天呢都会有卸下这个防护医的这个时刻啊 可能他们必须要上厕所啊或者是吃点东西啊 那随时呢都是这个冠病啊侵入的最好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工作量跟这个病毒的这个侵袭之下呢 印尼的医生呢会有较高的比例的话呢 那也不让我们感到惊讶 希望大家呢能够花点时间我们以更全面的这个想法呢 去分析啊我们所接收到的这个数据接收到的消息 不要就是表面性的以而传而或者是很轻易的去相信别人的话 所以呢接种了疫苗死亡的医生呢 在每一个国家呢每一天都会发生 而且考量了其他的因素 其实他们相差也不远哦 好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吧 我们应当呢去除不实际的想法 认为啊打了这个疫苗呢就有金刚不坏之深 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 更何况医护人员啊是长时间暴露在冠病病毒的工作环境中 不仅仅只是暴露而已哦 你可以想象的到哦那个病毒数量的浓度呢 在这个医疗环境里头呢是比我们一般人呢来的多很多 非常非常高危哦 四周呢夹杂着不同的变异毒株 所以现在呢又再加上这些变异毒株啊 他们导致的那病症呢也不尽相同 所以如果一个人体内啊同时掺杂着不同的这个毒株的话 可想而知致死率呢肯定会更高了 好这些变异毒株呢就包括了阿尔法病毒 贝塔病毒 伽玛病毒和德塔病毒 在多种病毒的加工下呢死亡率肯定大大提高 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一个国家的数据做标准 必须在多国发布同样领域的报告后呢才能够做出完整的结论 而且呢我们不能够表面的去分析一个事情哦 所以不管我们呢收到什么样的资讯 我们呢必须要抱有这个科学的精神哦 从不同的角度呢去分析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不管什么人告诉你什么的消息呢 总之一定要抱有怀疑的态度 自己呢做更好的一个分析自己去收集资料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哦 医生和护士呢是在高危环境下工作 如果接受同样疫苗的人群在一般的生活环境下 疫苗呢是有足够的防护力的 所以经由这个世卫组织所认可的各种疫苗呢 他们都有足够的防护力 在我们那么多次的视频分析下来呢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疫苗呢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完全不见得对吗 都一样好 所以注射了这个科型疫苗的朋友们呢 你们完全不需要担心 或者将会接种这个科型疫苗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完全消除这样子的疑虑 所以到了这个接种中心啊 不管你打什么疫苗都好 辉瑞 阿斯利康 或者是科兴 你们都可以非常放心的去打 因为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能够说谎 数据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了我们 马来西亚政府为人民所施打的疫苗呢 他们都一样好 没有任何一个疫苗呢有绝对的优势 在我们结束这个视频前呢 我要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安快乐 好今天我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